韩国新冠肺炎疫情恶化 今天的确诊病例 当日通报599宗 累计4,335例 死亡个案已达到22人 因为疫情而招受骂名的 大秋新天地教会会长李万熙 在教会引爆韩国疫情之后 终于公开现身 自认毫无颜面 向国民真心道歉 2月中旬 一名61岁韩国女士先后两次 前往大秋新天地教会做礼拜 事后被确诊感染 甚至传染给好几十名教徒 韩国官方认定 这一次是超级传播事件 由于确诊病例超过一半 都和大秋新天地教会有关 首尔市在3月1号晚上 以谋杀罪、伤害罪 以及12名支派长士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